我们已经学习过了光的折射做图三部曲 找入射点 做法线 做折射光线 那么来动手试试看 这是一个玻璃制成的三轮镜 有一束光线这样入射进来 最后的折射光线会如何呢 这是空气 这是玻璃 折射嘛 先找入射点 在这里 做出法线 然后做折射光线 如果光没有发生偏折 会这样射出 但这是从空气携射到玻璃中 所以折射角变小 也就是说 折射光线会向靠近法线的方向偏离 再标上箭头 那是不是这样就结束了呢 当然不是 你看 在三轮镜中光线沿直线传播 再次入射到玻璃和空气的分界面 这是玻璃 这是空气 要从这里出去 又是一次折射 嗯 入射点 做出法线 这会是从玻璃携射到空气中 折射角变大 也就是说 折射光线会向远离法线的方向偏离 再标上箭头 棒 这么对着三轮镜观察一下 这是三轮镜的小头 这是大头 原来三轮镜的折射光线会向其底边 也就是大头方向偏折 那如果换个角度入射 嗯 沿着入射光线看 这就是小头 这就是大头了 那么折射光线一定会向大头这边偏折 试试看 空气 玻璃 画个法线 发生折射 这么走 折射角 小于入射角 直线传播到这里 玻璃 空气 画出法线 发生折射 这么走 折射角 大于入射角 完美 果然还是像这个大头偏 好了 总结一下光的折射作图 还是三部曲 而三轮镜的光路图 汽车射光线会向三轮镜的大头 顶边偏折 要会找大头 你头大了吗 呵呵